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表述我看他整体时间蛮长的 六分多钟 六分多钟已经很长了 作为一个电话里的采访 但是被川普 节选了大概三段 主要是三段 一个四十几秒 一个是大概二十秒 还有一个大概一分多一点 我们刚才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 其中的一段就是 这段内容 这段内容它有六分多钟整体 但是呢他一开始就完整的介绍了 川普的看法 川普先讲大概一分多钟 跟大家分享这一分多钟 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跟大家讲述过 它里面主要是川普把这件事情 跟这个1月6号 1月6号 在国会那件事情做了对比 因为这是一个很明确的 国会的整个故事呢 是人们是进入国会的时候 是警察放进去 这他完全是破门而入 而国会那些人进入这个 就是所谓的1月6号那些人 进入国会的时候 都是在警察的陪伴下 那这个呢 是没有任何工作人员 什么都没有 那警察进去去抓这些人 这是完全不同的 那美国纽约的警察 已经把它定性为 就是叫骚乱 而1月6号这件事情呢 就变得很特别 对不对 它是一个很有趣的 那川普对纽约很熟 对各大也很熟 所以川普就说 那在这个 就是这个 汉密尔顿号呢 打听的是一个很标志性 是各大的一个标志性的 一个建筑物 能够进去不太容易 他说其实真的想一定要冲进去 不容易的 所以这在他也认为 背后应该是有些什么东西 乱七八糟的其他人 那代表着这个 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所以我主要是跟大家 就介绍川普这一段讲话 其中呢 另外川普比较崇尚的 有一个就是美国国旗的故事 美国国旗的故事呢 发生在北卡 在北卡叫国会山校园 那他里面 就一些犹太学生 和一些本地学生 去护着美国国旗 所以就大家 这已经在美国本土已经出现了一种 其实颠覆美国的迹象表示 那护着美国国旗被川普称为的 这应该是2024年最美的一张照片 所以在纽约 警察把巴勒斯坦的国旗降下来 而在这个 在这个北卡呢 学生们去护着国旗 所以代表着美国社会已经出现了 完全出现了骚乱 甚至颠覆美国本身 这是颠覆美国本身 这个你在美国本土把国旗降下来 是这样的 跟大家分享这段内容 如果您回来一年 或三、四、五年 这并不是不可能 想想想想 谁会想想想想 你回来 你回来 anti-semitism 犯下来的 Israel by 这么多人 你回来十年 我认为 Israel是 protected by Congress 而现在 Congress 正在做 numbers that are unbelievable with I think a very very small group of people within Congress and it's got to stop but we have to go back to the roots we have to protect we have to stop the anti-semitism that's just pervading our country right now and Biden has to do something Biden is supposed to be the voice of our country and it's certainly not much of a voice it's a voice that nobody's heard and look I don't think he's I don't think he's able to do it I don't think he's got what it takes to do it but he's got to he's got to he's got to strengthen up and he's got to be heard you know I never thought Mr. President 所以川普上来 主要做了一个表态 他就讲说 这个根本不可能发生 就是你往前 追溯五六年 追溯到十年 美国 纽约呢 都是很美的一个地方 人们也很喜欢 这个地方 结果现在出现 这种事情 这又做 做了一个 国会 Congress 对比 这个地方 比较难进去 这个地方是一个 很标志性的 很标志性的地方 作为拜登 他说你可以看看 拜登什么都没干 拜登应该向全国 有所交代 应该发表 全国的演讲 这是蛮有趣 在里面 其中另外一个人 就是美国参议院的 多党领袖 舒默 舒默是参议院的 多党领袖 就像办蓝议长似的 那参议院的议长 是副总统 那结果 舒默呢 他就是纽约区的 出来的参议院 他完全躲起来 什么都没说 所以他们在窃取着选票 完全是以这样的方式 去窃取着政治上的利益 不想得罪任何亲巴勒斯坦的人 所以这是美国分裂 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掺杂在政党里面 掺杂在媒体里面 这是一个很难救赎 非常 所以它是一种势力 在他们的角度里认为 如果他没有了这些 所谓这些反美的支持的话 那他们就丢掉了 自己的政治仕途 丢掉了自己的利益 所以这个 这个很简单的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解释 政治的本身呢 是极端的丑陋 非常丑陋 结果现在变成发展到在媒体 在法律本身上 都变成了极端的丑陋 所以当各 在所谓我们看到的 掌握权力的人 权势法律的人 其实都变成了最丑陋的人 把他都转化成自己的利益的时候 这个就完蛋了 这是一个很明确的标准 但他的基础呢 又不是 他基础又依然存在 就像川普 存在川普这样的人 存在我们看到的故事的背景 故事的一切 这段 这就是后来拍了一张照片 这段是当时的视频 在这个学生们 一些犹太学生 和这个 就是美国的学生 他在保护自己的国旗 这是在北卡 那其中一个人呢 一个主要人就说 他说我上学了 上学 结果我一看到 是这个 巴勒斯坦的国旗上去 把美国国旗降 他说我简直 给我气疯了 然后他们就 就出现这一整个这一串场 所以大家可以看的 很有趣的 保护国旗的 是一群小伙子 骂他们的 是一群丫头 就这个社会 涛哥跟你讲说 很多人是表面在一些臭肉身上 跟这些东西是很有趣 很有趣的 你只要去看 你就会 人如果你是个明本人 你就会去讨论 为什么会出这样 这种事情 对不对 他一定跟人生命是相关的 人脱身成什么样 每个人都不一样 对不对 没有统一的 所以当统一一本话的时候 是相当邪恶的东西在里头 那旁边的这些人 就骂这些 很有趣 支持巴勒斯坦的是女孩子 而维护正义的是男孩子 阴阳反背 就是另外一面表现出阴阳反背的一面 寻求 很大程度上寻求 寻求一种刺激 挺悲剧的 我给你举个例子 就像埃塞斯的时候 埃塞斯的时候 在美国 在英国 在法国 都出现 德国 都出现了一些女孩子 跑到埃塞斯那里去 有男孩子 但是女孩子显得很突出 结果后来被人家当成性奴 当初当成男 想跑回来 跑回来 英国还 英国有的给出名了 就是他失去了他的国籍 这没有什么 我跟大家揭示的是一种现象 这种现象 你看这些指责 这边这指责就是这个 在骂这些男孩子 很令人 我希望朋友们去陈塞斯 这不是一个宗教问题 绝不是 这也不是什么 在信仰的问题上 你要超越它 这是人的秉性 人生命的本身的秉性 在一步一步的从不同方式显现出来 所以这些男孩子是不愿意让国旗落地 所以就成为了 在川普眼睛里 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件事情 川普自己是这么讲的 这是另外一段录音 這段內容是警察進哥大的哈密爾頓號之前 這是搭的雲梯 後來警察是從這個門進去 然後川普就講出 紐約市是很漂亮的一座城市 很特別 這個哈密爾頓號是個大的一個標誌性的建築物 他說現在完全給他毀掉 給他如何如何了 川普表示這個態度 這是不能接受的 因為川普自己是紐約人 自己是在這個氛圍中長大的人 這個就是被川普 我們剛才跟大家展示的 被川普稱讚為 這應該是本年度最偉大的一張照片 保護美國 那我個人覺得就是 實際在這種衝突中 反美國的人的這個力量的本身 在天意的背景之下 其實是一種衰敗的 他走向了一種衰敗 他表現出陰陽反背的一切 他們沒有尊重衰 川普就講說這個國家已經失去了法律 失去了秩序 那這而人們生活在這個國家裡面 應該是尊重法律 尊重他的秩序 那現在人不尊重 所以要把他應該是把他找回來 這是川普在昨天 我們可以看到在他 同樣在他自己的這個節目當中 在他自己的真相社會當中 也主要轉載這麼兩段內容 所以我剛才跟大家分享的內容 就是他 怎麼說呢 這是川普的川普的態度 在主流媒體 基本都沒有做報導 在這個 在這段講話 也沒有看到更多報導 包括英國的美日電訊 也沒有做出報導 所以現在這個社會呢 整個這個西方社會 同樣是一種分裂的背景環境 這是毋容置疑的 感謝朋友們的支持